七十八 大公報 李寶蘭接任廉署執行處首長 2015年7月18日 港文A15 大公報信 綜合報導 廉政公署前執行處處長李寶蘭即日起 接替離職前休假的執行處首長王世照 而執行處助理署長如真昌則接替於同日處任身職的李寶蘭 現年52歲的李寶蘭擁有英國萊斯特大學刑事司法學碩士學位 自1984年投身廉署 任職助理調查主任 他於2002年出任首席調查主任 2004年晉升為執行處助理署長 2007年獲頒香港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以表揚其出色領導才能及卓越表現 並於2010年起出任執行處處長 58歲的執行處處長如真昌 於1979年加入廉署 任職助理調查主任 於1999年獲頒行政長官公共服務獎狀 他於2005年晉升為首席調查主任 並於2012年起出任執行處助理署長 廉政專員白運六感謝皇席趙在過去38年服務廉署盡中職守 並在過去3年出任副廉政專員兼執行處首長期間的卓越領導